警方這次拘捕了511人 他們的答案本身有沒有一個好的預備 他們現在去了黃宗坑警校 是一個臨時的拘留中心 你覺得是否一個答案 其實是交通問題 如果要到大規和運送 你應該回到阿波說的 關於交通問題 相當困擾 一人拘住南區 拘住黃宗坑 你講到他好像被人拘留 我有份參加 如果知道三個最後機會被人拘留 就是我 為甚麼 醉酒鬧事 我們再回答 香港仔交通是繁忙的 尤其是黃宗坑警校很近香港仔隧道 有甚麼事突然停了 對於運送的時候 都是很理想的 我覺得反過來 如果示威者知道你拘捕了他之後 會運到黃宗坑的話 堵塞黃宗坑 你是反而為間接鼓勵他去黃宗坑 不是 間接鼓勵他去佔領中環 因為你這麼多車要去黃宗坑 你很可能會走香港仔隧道 再不是的話 你就會走西邊博富林 兩邊都是會消失車的 其實你拘捕完他之後 你都是佔領了路面的 是 你明白我講甚麼嗎 真的有制裁的問題 你越拉多人 就越堵塞了幾條主要的路線 你由佔領路走上環到中環 又是超烏塞的 就是中環走上環的佔領路是超烏塞的 你如果說所有拘留者 會在西九龍搭過 那就快 搭過臨時的 因為西瑞寬堂 反正你西九龍要遲開了 西瑞沒有車 西九龍臨時拘留中心 可能作為一個答案 好像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答案 就算要包圍 要被其他示威者去示威 繼續示威的話 西九龍是一個好的地方 你別這樣說 也不是一個好的地方 因為它三邊還海 你圍不到 我意思是 作為一個所謂logistics 即是物流或人流 運送運輸的角度來看 去和宗坑是不對的 第二就是 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 保安局局長來到我昨天說 因為很多人 所以等候的時間內座 意思是這樣 其實他應不應該說這件事 作為一個答案 又是不應該說的 為何不應該呢 即是說 如果我是示威者 你就隨便我玩大一點 你五百七七個已經搞到這樣 如果我多五百人你怎麼辦 不用如果 學聯不就是 馬上吃著照片 我們五百十一個人已經這樣 是嗎 即是我們很有效 你是不應該說的 我覺得你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我站在警方那裡說 我們警方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已經有足夠的資源和空間去處理 即是你要給人的感覺是油有餘人 卓翠有餘 這樣才可以做到 你來吧 不過我們不會挑釁你的 即是搞得好 即是應該是這種態度 現在你說 是真的要打 不是啊 即是你間接助長了 還有加接路底 是不是 即是 不得我 還有現在世界會期間 我想說 其實擺大了頭 尾很弱 因為你想想 甚麼意思 即是你用足球的比喻 你用足球的比喻 你看到你立法會那裡 他有很多警力佈了在這裡 是 立法會 甚至乎 特首辦那邊 很多警力 佔領那個地方 全部都很有警力 很多人用四個人去抬一個人 警力是充足的 因為示威者感覺上是很安全的 被人抬起了 他上車的 但是 抬完之後 回來後方很空虛 就是在說黃竹坑那裡 因為現在很多示威者有罵 就說 喂 落口供要等那麼久 連紙、筆、電腦都沒有 電話只有一條線 我想打給律師都打不到 即是其實你感覺上 後方是暴露了很多的缺點 被人看到 那變了一邊 前面怎樣帥仔 怎樣踢得好 怎樣做得黑色 即是這些相片 你後面都是 這些就是前面 是啊 你後面是輸得很慘 令到前線那些是很有大打擊的 事情是很差的 後方說的一波 我很想說一件事 他現在搞到這樣 記住世界盃決賽幾號 7月10幾 15、16而已 接著就接暑假的了 學生是全部正式放假 如果你現在是這樣的話 你自己想八月的時候怎樣算 黃竹坑的而且確 大家要記住那裡叫警校 是 那間學校來的 是 他是不應該有很多拘留之事 這個是 所以我覺得警方 是不是 將大部分的精力 以及智慧 擺在佈防 就沒有想到 前線 沒有想到後面怎樣處理 其實三軍未動糧草才行 你後防的佈局是很重要的 對 那間學校去看 記住 我現在是 都不需要 那間學校 是 的 誠